大家好 今天講仙女座級 大部份資訊來自維基百福火站 以後不會再製造OP了 現在仙女座號先後登場在 《再見宇宙戰艦大和號》 《愛的戰士門》和《宇宙戰艦大和號2》 仙女座級建造背景是 地球聯邦不會阻大和號打贏加美拉斯 是靠性能去打贏的 《再見宇宙戰艦大和號》 《愛的戰士門》 仙女座號是仙女座級的一號艦 亦是地球艦隊裏面的護衛艦 在結局裏面 仙女座號和無衛艦 發射放散波和炮之後 被白色水星變態的重力 扯下去變成水 在《宇宙戰艦大和號2》 仙女座都是護衛艦 不過換了藍長 在《再見宇宙戰艦大和號》 《愛的戰士門》裏面 要與藍共沉的土方龍 仙女座號在《白色水星》的戰鬥裏面 受損嚴重 最後就撞上了城市尿塞 但城市尿塞 一點事都沒有 在《宇宙戰艦大和號2》 大和號曾經 一度被安排安裝仙女座級的自動系統 但最後沒有安裝到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275米 全闊66.2米 重量為9萬8千噸 引擎為新波動引擎 船員95個 武器方面 藍手波動炮2座 三聯裝508毫米衝擊炮4座 南轎衝擊炮5座 三聯裝防空炮2座 雙聯裝防空炮2座 原本有2號籃 原本有2號籃 但因為飽式水星殺得太快 就未建造完成 可憐2號籃 仙女座號的波動炮 只可以發射防散波動炮 自身行速比大和快很多 有人試過副組推進器掛 仙女座號本身具備了比較高的自動化 所以船員只有大和號的80% 以後座藍頂在副編導演戰輯版的劍尾出現 這類型的仙女座級登場在202第一集 單靠降沙波和炮 都滅了第8爆炮大陸的 沙達男兵之男隊 在之後單靠地球聯邦艦隊的旗艦之一 戰艦基本數據 戰艦型 全長444米 全座114米 全高140米 引擎方面 次元波動引擎1座 開引物充輔助引擎4座 船員200名畫以下 武器方面 藍手波動炮2座 三聯裝406米 揚電子衝擊主炮4座 主炮後徑和外可滑級主炮後徑一樣 藍手速射魚雷發射管4個 小型魚雷發射管8個 藍側導彈發射口16個 統力粒子擴散4座 反藍榴彈發射架2座 空間魚雷發射架4座 藍底導彈發射架10座 短魚雷發射管16個 近戰陸聯裝側面光射炮2座 藍其防熱衝擊炮3座 按散防空炮1座 和4座密充防空炮 藍作機方面 白色宇宇宇宙戰鬥機36架 白色太空偵察機2架 SC97太空運輸機2架 登陸艇2架 航母型全長484米 全負114米 全負140米 全負140米 全負1座 揚手波動炮2座 30406米 揚電子衝擊主炮2座 藍手速射魚雷4座 準備粒子過散器4座 小型魚雷發射管8個 反藍流彈發射架2座 炮空間魚雷發射架4座 藍底導彈發射架10個 18個大型魚雷發射管 甚至六連裝側面光線炮2座 藍其防熱衝擊炮3座 和4座密充防空炮 藍作機方面 一色宇宙戰鬥機180架 白色太空偵察機2架 SC97太空運輸機2架 登陸艇2架 仙女座級的波動炮可以切換 擴散波動炮和收縮波動炮2個模式 重力粒子擴散器除了可以發射能量 彈絲水物質 還可以產生能量護盾 產生出來的能量護盾可以頂著 加達蘭蒂斯究極加龍炮的攻擊 還可以用來匯載波動炮的能量 暫中一次性爆發 至於這個護盾定得住 由250萬條賽蟲 造成的港域加龍炮的攻擊呢? 我不知道啦 仙女座級的主炮比大和號的主炮 射速快 大和號1秒發射1發 仙女座級1秒發射2-3發 仙女座級1秒發射2-3發 還可以發射10彈 波動護盾的防禦性能比大和號高些 但基本上是劇中沒有速度是怎樣的樣子 波動護盾持續時間究竟是超過20分鐘 而無形的仙女座級 犧牲了火力 變成為增加大量戰機 藍側導彈發射架 改為飛機彈射口 先女座級本身自動化程度比較高 船員只有大和號船員的20% 大和號999名 先女座200名以下 他們在2002-2005的結局 1號艦仙女座號 在星戰役中 波動護盾被毀滅導彈 拆得不像樣 然後回到地球時間戰場工廠進行維修 維修完了 以新皮膚上戰場 更改編號 ZZZ0001 原本劇本就不存在 謝謝小林城 機動性大幅上升 在瘦州大和號 後蘭在嚴重手速 進入火星大氣層後 後宅沉滅 可憐的仙女座號被虛冤 2號艦不宿5 沒有沉滅 在火星戰後 左軟有很多彈坑 3號艦阿波羅諾姆 在土星戰役中 放失動力 被白色水仙的變態重力扯下去 最後成為毀滅導彈的靶 差不多了 4號艦阿基里斯 在火星戰役後 南的左側損毀 在205 裏面 5號艦森叔二 沒有沉滅 在火星戰役後 南的右軟有巨大的缺口 OK 講完 再見 拜拜 大家以為我這麼快 說 goodbye 舊版的仙女座卡 想表達 而重製版的仙女座 想表達 但是 斯塔莎是反對濫用波動炮 而不是反對用波動炮 還有 設計仙女座級 為何要參加加美拉斯的戰艦 我現在有點擔心仙女座加 那麼多導彈發射架 會變成火藥庫 嗯 做完 下一次我就不說了 我就要做得很累 休息一段時間再做 下次再見 拜拜